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物种就是海豹 在澳大利亚南部的三文鱼养殖场泛滥成灾 海豹是一种食量巨大的哺乳类动物 一般的成年海豹每天要吃掉60到80公斤的鱼虾贝类 为了获取足够的食物 这些数量极具增长的海豹只能扩大捕食面积 甚至抢抢渔民的辛勤劳作物 为此政府和渔民一直在寻找原因和应对策略 有报道称 澳大利亚三文鱼养殖场原来的海豹数量只有不到20只 没想到短短十几年间 竟然繁殖的如此迅速 海豹群集体休息的时候 岸边的礁石上黑压压的一片 全都一副吃饱喝足了的样子 只剩下附近的渔民愁眉哭脸 澳大利亚确实是做到了人与动物和谐相处 可是有时候这种和谐也会带来灾难 有些动物数量不得到遏制 也会阻碍人类文明的发展 有些中国网友看到澳洲海豹泛滥 水深火热的状况 都纷纷表示愿意伸出援手 为他国出谋划策 只要先解决签证问题 能去澳洲旅游一趟也不错 相信在人类智慧的汇集下 物种泛滥的问题一定能够得到合理解决 你们觉得解决海豹泛滥有哪些好办法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得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欢迎订阅